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子无凶 竟劳碌不息 眼目也不以前财为主 他说 我劳劳碌碌 刻苦自己 不想服乐 到底是为了谁 这也是虚空 是极重的劳苦 愿神助他的话 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第四章的第八节说 这是虚空 是一个极重的劳苦 因为他不知道为谁辛苦 为谁忙 很多的妈妈常常会有这样感慨 我为谁辛苦 为谁忙 我为了家辛苦这么多 可是孩子却不定偶化 我为了这家付出很多的劳苦 但是我的孩子的成绩总是一落前丈 很多的先生当在外面劳苦回来 他希望为这个家可以得到一个安息之处 可是他发觉这个家不是安息 却是吵吵闹闹闹 又看到孩子的成绩一团乱的时候 他就会很感慨地大声呼喊说 我在外面辛苦工作 我是为谁辛苦 为谁忙 或许这句话也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过程 我们在追求真理真道路上 我们付出很多 但是好像神的助没有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就会很感慨说 我为谁辛苦 为谁忙 今天在最前面 传道者在这地方 他说得很辛苦 我未曾吃任何的山珍海味 我已不以财富为满足 我一生努力 劳劳碌碌碌 我真的快乐吗 我真的幸福吗 有一首诗歌叫做《忙与忙》 歌词内容说 忙忙忙 忙忙忙 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 忙 眼睛的忙 忙忙忙 忙忙忙 忙的已经没有主张 忙的已经失去的方向 现在常常是不是也陷入在这样的危机里面 我们到底为了谁在忙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忙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有些人只是为了孩子在忙 可是不曾为自己而忙 有些人常常为别人付出 但是却很少付出 有些人常常去爱别人 可是却很少爱自己 千万弟兄姐妹 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们再次来反省 你辛苦的目的又为了什么 你劳苦的目的又为了什么 难道只是财富的增加吗 还是大家另眼来看待你 让你走路有风吗 除了这些 你还拥有些什么 还是当你经历这一切以后 你非常感慨说 我为谁辛苦 为谁忙 基督徒不能常常陷入在这样 自爱自年的情况当中 我们不能因为没有得到神的祝福 没有得到神圣灵的浇灌 我们就很感慨说 我为谁辛苦 为谁忙 我爱耶稣 我为了耶稣做这么多 福射这么多 可是恩典却这么少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内心自然孤寂 我们自然就埋怨 而失去成为一个旧徒最重要的 愿神助我们 不要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 你相信你所做的在天上的神 已经为你祭奠 愿神助我们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耶稣 我们常常很辛苦的忙碌 有时候在问自己忙碌一生 在我手中我拥有什么 既然耶稣 有时候我在忙 我却不知道 我心的眼睛已经盲目了 逝去的方向 逝去的目标 越走 越埋怨 越走 越爱怨 让我们逝去成为一个旧徒的喜乐 虽然付出了一辈子 不曾想得过 但是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 我们所付出的人在一个幸福的环境当中 我们依然的依然值得 因为我相信 这是神给我恩典跟祝福 不管在任何环境当中 不要常常陷入那个危机 为谁辛苦 为谁忙 因为我们相信为了耶稣而忙 我们人生才有方向 才有幸福的感 耶稣谢谢你 祝每位弟兄姐妹 在灵性 在生命过程当中 常常心中感谢的心 我们将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